在这次的演习当中 有很多很多关注点 哪些关注点 我看到大陆很多军事博主 第一个就讲 这次不只是到了台湾的东部海域 同时已经到了第一岛链 解放军到了第一岛链 那另外一个讲的就是说 这次演习会留下些什么 因为他没有写结束的准确时间点 开始时间是昨天早上7点45 但结束24号几点呢 深夜12点吗 没有一个结束的时间点 然后会不会不完全结束 就是说会留下一些东西 那在这个外交部的记者会当中 也有记者问到一个关键问题 会不会升级 升级就回到刚刚亮哥讲的 因为台湾人没有感觉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解放军已经讲了 熊孩子一定要让他有感觉 所以如果说到了这个份上 台湾没有感觉的话 那有没有升级的可能 有没有继续延长的可能 有没有常态化的可能 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没有感觉 老百姓没有感觉是必然的啦 那我不要担心是连这个 库立雄都没感觉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如果说你当国防部长 你都不知道这事态严重性 但是谁有感觉你知道吗 罗森伯格有感觉 为什么我讲罗森伯格有感觉 他昨天去见了一个人 见了一个人叫冀联成 冀联成是我们比我大一届 他是军人 这是当政务委员 他知道兵凶危险在什么地方 所以罗森伯格去见了他 还特别讲一句话说我们来见老朋友 你骗谁啊 罗森伯格这个 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 但是如果说大陆此刻的思维转换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 接下来新的如果要挑战 新的任期等等之类的 如果说要把美国的重要性 稍微再淡化一点 我觉得那个坐标主车 就会不太一样 台湾人没有感觉 这些硬邦邦的文字没有感觉 刚刚那个影片可能也看不太懂 但我觉得这个有感觉 有这个就有感觉 真的有感觉 然后三个城市台北高雄花莲 所有住在这边的民众心里都跳一下 为什么是这三个城市 第一个台北是政经中心 政治经中心就是斩首 他讲的高价值目标 或者他打着禁要害的攻击的目标来讲 这是台北 那高雄来讲其实目标是左营 我特别要讲其实不见得是高雄港 当然高雄港有可能 这高雄跟左营是军港 两个港是在一起的 左营是军港 高雄是主要的三港 他也就是封锁我们的港口 当然我们港口进不了 其实左营高雄旁边还有个永安渔港 永安港是什么呢 是天然气进出的港口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讲 他打那个地方 能源封锁 对封锁 就是封锁我们那个 那花莲来讲的话 很明显就是我们对外的所有 暂时我们对外的广道 花莲的军港摆的是什么呢 是诺克斯籍军舰 诺克斯籍是完全是反潜为主的军舰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 暂时的时候有一条安全航道 不要让老共的潜舰 能够干扰我们预捕的船只 所以我们在那边 摆的是NOX级的潜舰 在反潜的军舰 在那个地方 是希望暂时的时候 不管是美军的战备物资 或民生物资 可以从这边花莲港口送进来 但是这次很明显 他就是已经有一支部队 对不对 他有一支舰队已经封锁到 堵到花莲港的门口 而且已经对这个地方来实施攻击 来实施轰炸 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台湾 如果说一旦战时一旦发生 北部来讲台北港还有基隆港 大概这种运母就没了 那高雄来讲的话 不管是天然气 或者是军舰 或者是商品的运输 货物的运输大概也没了 然后其实对台湾来讲的话 我想说这个影片 隐喻的含义很深 但是问题是说 有时候老百姓跟看电影一样 年轻人跟看电影一样 他觉得只是一股动画而已 他不晓得内容的含义在什么地方 讲实话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这个精心动员 台湾民众在什么地方有感 我觉得这个影片是到目前为止 大家蛮有感觉的 要不然你说武器 对一般民众真的是蛮遥远 看不太懂 然后这些专有名词 什么导链内外一体联动 不太好念 大家也真的看不太懂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 大家讨论度就很高 大家的反应都是 第一个直觉会先炸这三个城市 还有我再讲一句 你连秀方案都会有感的 刚刚那个影片里面 就现在立在那边那个飞弹 那叫东风15 为什么叫东风15呢 是这个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还有2022年的时候 打到台湾的飞弹 就是这一型飞弹 东风15的飞弹 那我们老百姓看不懂 他这个威鹤性很大 就是我用这种飞弹 曾经打过你台湾 那你台湾你会不会紧张 那个时候96年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都是东风15 断成的飞弹 所以2022年 斐洛西来台的时候 也是用这颗飞弹打 立江峰就会有感觉了 但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 我们看到这个股市 也没什么太大的动态 股市会市等等 然后这个一切如常 再加上日本那几篇文章 大家就觉得台湾人 真的是什么都不怕 但当然情况比 你想象的严重很多 同时今天晚上12点还没到 12点到了之后 大家看看明天还会不会 有什么东西 但是修芳我跟你讲 有些行动不是给老百姓看的 对对对 坦白说那个老百姓看又怎样 股票大跌 难道他也会说 两万一千点跌个三百点算什么 对不对 重点是军方看得懂 那军方会去跟总统做报告 不然赖清德干嘛去看六十六四 六十六六部队 台北卫戌部队嘛 他干嘛去脸色临重 他当然知道 因为军方会跟他讲 对 那个影片事实上就是 给军方看的啦 sage 说我们未来就是要这样做 那你看著办吧 你要不要修正一下 我跟你讲那个军事的动作 没有在根据民意 人民的感觉在调整的 没有 就军事对军事 昨天还有一句话 国防部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讲的 记者一直问他说 这是越过中线到多远多远 国防部一直不讲 我们请情报市市长来回答 他讲的什么 是到达应变区 他只是一直含糊隆隆讲应变区 老百姓绝对听不懂什么叫应变区 应变区过了以后就是开战区 就是最后我们可以 还有机会把它击落的那块区 它已经进到这块区 用海军来讲 24海里到12海里这中间 这没有违反 这没有进入你的领海 那个是灰色地带 是属于自由 这个叫无害通过 还是可以穿过的 这是美国人主张的 美国根本就不认24海里 美国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没有应变时间 好对于这场围台军演 当然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是来自台湾 美国日本的一些讯息 我建议对这个事情 有这个求知真相 大家去看看大陆媒体的一个报道 两相对照会比较接近事实 好当然有了行动之后 论述要跟上 什么样的论述 有新的 我们稍后继续来谈一下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